太魯格號事故當天救護車趕往現場救人 而行車記錄器卻拍到了 李翔一個人拿著手機來回舵部假裝入人甲 逃出的乘客看到救護車還上前幫忙移開擋路的雜物 但李翔卻坐在一旁 人家忙著救災他卻在辣糧 跟旁邊的人聊天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 更誇張的是連警察找上門 他還裝無辜一臉不耐煩的感覺 對比昨天他被重新羈押前聲淚俱下發表聲明的樣子 簡直判若兩人 本人一定會配合前郊的調查及政辦 而李翔也被民眾募集在太魯格號事故後 站在山坡上查看也沒下去幫忙 最後更開著另一輛工程車逃離現場 現在隨著畫面的曝光 李翔惡劣的行徑也都一一現行 而當天現場其他的工人到底是誰 監禁可要好好查查 突發中心 週末報導